今天我就不吊自尊了 這兩球球我覺得真的 這場球其中贏的關鍵就是贏自尊 就是把握了兩球 甚麗質素很高 兩球球其實都是好球 你剛才說的第一球 即是接應進攻路線右手邊的交換即入 出來的球球 就不等球落地就射 他有這樣的技術 他撞那一下撞得快撞得應 還有你不能忘記 對家出了一個鐵血鋼門 柳亞 柳亞有多少球 鬥志尊究竟的遊戲 有一球球是不是下半場 單手那球 那個手力 市民當今 我在想當今兩大鋼門 寶芳也未必能救得到 這些真是神舊 那個球手力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這個龍門 這個是鋼門中的鋼門 還有剛剛雙元 剛剛雙元出來 剛剛雙元出來 但他從來都是 clean sheet能力很高 你不是去到至尊的級數 怎麼對他兩球 所以我再說 這場球至尊兩球都是好球 第二球 第二球 靚得來 有一點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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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對中堅有些站錯位 一個中堅 那對中堅 就是馬天尼斯和保定 馬天尼斯跟了賓斯馬 毫無疑問 你也要跟著正中鋒 超級球隊 另外那個保定 不是馬天尼斯 被人趕出場 那是阿拉巴 那時候趕出場 阿拉巴就跟賓斯馬 保定就趕著趕著 沒有找人跟 他就站在禁區頂 前處 前處位的禁區頂 就在看著看著 我不知道他在看著什麼 他已經等著 等著阿辛斯奧 在左邊出波 你站在那個位置 說真的 如果中堅想 如果肯用一下腦袋就知道 你站在那個位置根本是無厘的 要是你走過去拍阿辛斯奧 但是還欠十馬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就應該要看著周圍 還有沒有些人是跟漏了 但是他完全沒有做過 就這樣站在那裡 那變了 就已經 拜人都有個聰明仔 那個叫班拿治 那個就看到 喂 糟了 自尊走漏了 他希望是比自尊快 但是你不要忘記 他矮的自尊 整個幾兩個頭 還有 他放在那裡 腳都短過他 整個幾吋 人家是美台新輝的 自尊 黃金比例 所以 一齊一齊 單隻腳出來 那當然是自尊 自尊每隻腳都比你長 對啦 OK 所以就施了 搞定 那就是三隻腳 那我就幫你一點點 夏天